我亲戚六年亲姻病去世 我和亲戚有一个儿子 现在已经成家离业了 我现在的女友是在交友批台业式的 至今交往三年 我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前夫出轨 我们俩离婚 我和前夫有两个女儿 因为离婚的时候 前夫不愿意给我家产 所以我选择了解脱 我两个女儿也归前夫抚养 交往的三年里 我觉得参与之外都是离婚的一名 对我是百分之参与 她对我从来没提过结婚 我跟她在一起 一定点的安全感都没有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韩先生56岁来自山东 出租汽车司机有请 张女士51岁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有请张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都是有过生活经历的人 是吧 是因为前夫出轨 所以离异了 对吧 有俩闺女 对 大女儿多大了 27 成家了吗 没有 小女儿多大呀 今年上大一 现在的负担就是小闺女是吧 大女儿不用你再负担了吧 小姑娘也不用 也不用他爸爸负担 多好 您是妻子去世是吧 对 有一个孩子 对 有儿子 儿子 儿子结婚了 结婚了 有孙子了吗 有一个三岁的孙子 多幸福啊 你看这是人生自由阶段了 对吧 是怎么认识的呀 精神介绍还是怎么认识的 交友平台 厉害呀 交友就是互联网上啊 对 咋交上去 交友平台上 那个他也不会弄 完了他一个出租车司机 一个哥们帮他弄的 帮他登上去的 我不相信这个 后来我就在婚礼上 我是做婚庆的 我主持了那么多 都是两个人 都是通过网上认识 慢慢的我就相信了 我一个同学 给我下载注册的 我俩就在网上相识 就每天都聊天 感觉他这个人实实在在 他对我这个印象和评价 也特别好 我俩几乎天天开视频 我聊了有六个月吧 反正他就传到让我上 山东危海这边 反正他说咱俩见个面 他给我买的机票 我挺勇敢挺胆大 我真就来了 这就叫网友奔现 是吧 一见面怎么样 挺好的 对彼此和在视频里 感觉一个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过了一个多月 我又想家 又没带那么多衣服 我又要回家 他得挽留我 他说你要对我 没啥意见的话 你留下来咱俩处处 我对他确实没有意见 我心里也喜欢他 我就留下来了 谁知道 我到这三个月 我得病了 什么病 假装心癌 脖子两边不舒服 酸疼 他就挺及时地 给我送到医院 当时我就认为 我没有几天活头 我想回东北治疗 我就跟他一遍遍地解释 我说不是说我在家 我就发现有病了 我上你这来 想让你给我治疗 他说我压根没弄想 反正在家 我身也没带多少钱 我想回东北治疗 他说你别回去 你东北那会儿医疗 照这边不行 怎么着也不让我回去 然后那天 他跟我说出了事情 他家里经济情况 不是太好 一个儿子刚参加工作 房子买的手 交的首付 但是他说钱这方面 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他出去真拿回来一张卡 他跟亲戚朋友借的 他就是在我得病住院 那个期间 就对我无为不至 我特别感动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就我面前这个男人 就是我这一生中 所要找的 我就跟他白头偕老 那时候我就有这个决心 都说这个患难见真情 左而言之是患过难的人了 这个是多久以前的事 将近三年 两年半以前的事 两年半以前的事 那不是那个时候还说 我就一定要跟他了 怎么现在今天就 有矛盾有冲突了 你说这两个人 你说一旦都心里 有了坚定的想法 接下来过日子 就是柴米油盐 对对对 然后我们俩接高 就发生一些个 生活中的琐事 你说说 就好比我俩认识 时间不算太长的时候 他有住房 他父母也有 他儿子还有 别看我婚庆不做了 我在手机上 我能挣钱 然后生活中 买个衣服了 逛个超市啊 都是我花 我没跟他计较钱 就甚至这个家庭中 打我俩认识 我消费的 比他消费的多的多 我一点没在乎 然后他看我也挺善良 也挺实在 他说将来我这个房子 就给你 他这样说的 反正啥时候 咱们回东北 咱们就领个证 结婚证 反正这不是 今年大环境吗 这两年 一直就是回去吧 他赶上隔离 就没回家 反正现在他不提了 房子也不提了 结婚也不提了 为啥 一心一意 跟他在一起吧 当时我不是婚的结实了 我就说 咱们两个交往 一个好 交往的好 咱们两个在一起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是吧 我也可以你下半身考虑 咱们两个不一定 谁有个什么 是吧 等三年以后 咱们两个 你其实就是在推脱 你看 你认识我三个月 你就答应了 我说你好了以后 咱们两个 可以去继续下去 是吧 这房子可以 可以你 无所谓的 我没有那种下巴 但是他一直不理解 我不是奔着你这个房子 我就是要个保障 我千里迢迢 翻山越海 是不是 我没花你钱 我生活中 我挣得不比你少 我花的也比你花的多 行 我就是要一个 他将来 人吃五骨杂粮 是吧 不一定谁先有毛病 谁先什么的 他假设先走了 你说他儿子 儿媳妇 第二天把我念出去 我咋办 那我想有个保障 那我这大岁数 我今天都50多点了 行 那房子事 如果挂在一边的话 你们这情感的道路上 还有什么障碍 还有很多事 您说 就说今年个春节的时候 他家里兄弟父母 这不都聚在一起 还是我先说的 我说今年春节 咱们也叫家里人 来咱们家里吃个饭 热闹热闹 他挺高兴 我俩就去背这些个年货 然后正月初二初三 都叫来了 一共加在一起 十好几口人 是 他不用我干 做饭做菜的 什么都是他的 然后来到客人 我就招呼招呼 但客人吃完走了 我俩就里收拾 他没让我收拾 他自己收拾 你说我能往那一坐 在那玩手机看电视吗 不能 然后他洗碗 我就擦擦桌子 然后他那个手势 锅碗瓢盆的 我就拖拖地 确实他也累 我也累 等晚上没啥事的时候 就我们两个 我就是闲了 可是我有嘴没心 我就说 我说来年咱们别招呼了 这一天他这么累啊 你说赵川老师 他张嘴说个啥 有你啥事 就这四个字 你说评委老师 你们听听 有我就是怎么理解都行 你拿我当一家人了吗 但是我当时 我不是婚礼结识吗 就是这句话说的 没毛病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不管起菜做饭 收拾物都是我的 是吧 洗洗洗洗洗洗 没有他干 他干的话 我就不要他干 我说有你啥事 是不用你干 就我干 你怎么了 我结识了很多次 就是不行 行 听明白了 您再说还有旁渡这儿 您心里不舒服的吗 您说 他每天早晨吧 六点左右他就出租 然后他就上港口码头去出租去 早晨他走了 我一睁眼睛九点来钟 然后外边下着雨 我就本能地我就拿起手机 我问他早晨穿得厚不厚 带不带伞 我就给他开视频 没有人接 我就给他打电话 一个半小时 连视频带电话 我给他呼叫了48次 没有人接 我不知道他在干啥 后来我顶着雨儿打着伞 我就打停着找到码头 拿着车在那儿停着 那个事我都解释很清楚 因为这个手机吧 你一碰了以后 他就有静音 是吧 你静音以后 你啥也不知道 那手机碰了 有什么能静音呢 您说您怀疑什么吧 他就是这种不自信 一直是怀疑 在外面怎么 或这个女的怎么样 或那个女的 你回家了 那个手机啊 就是 跟你拔了来拔了去 出了个信息就问 我回千里地 我不问你一个人来的 这是女的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有没有病吗 你要说不要说 这手机上 出一个女的问 这谁呀 你是人家求着办点事 就是 哎呀关系不一般的 理解理解 那天雨不是太大 我走到码头了 好几个出租车 等着并排着 我故意走到车后边 我趴车底下这么丑丑 雨也不算大 你车底下 也就和那个 没有车的地方 那湿度是一样的 我一拉车门 哎呀你怎么来了 我说你早晨几点出来的 六点多 我说你出几趟车了 打来就停到车 一趟客没拉你 一趟客没拉 六点来的时候 你停到车 那车底下怎么精湿啊 那不就证明 你没载着吗 一个半点 胡椒你四十八次 你干啥去了吧 那我说的没道理吗 受过伤害的人有道理 我说你可以看镜头是吧 您您别挤 您别挤 行 这事我们也给记下来了 还有什么事您说 还有 我爱吃山下挖那个山野菜 东北人嘛 他不爱吃 他不吃蘸酱菜 然后有一天他回来 各方面的 然后拎点那个苦麻菜 我说哎呀 这菜打是整的 我挖的 我说今天滑滑下雨 他说昨天 我说昨天也下连天雨 他说有司机给我的 我说男司机女司机 他码头上 他是七个女的 仨男的 女的多 我说男的给的 女的给的 男的 赵柴老师你说吧 四五十岁 大老爷们 出租车司机 到一起 你愿意吃什么 挖野菜吗 你愿意吃那个吗 这不都女人之间 落的话题吗 他不是明天跟我撒谎吗 就是这样 从我们俩交往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不自信 对自己不自信 对我不相信 就是处于这种 一直是挑刺 这样小毛病 哪有小毛病 根本来说也 不是大事 就是鸡毛三皮的事 啥鸡毛三皮的事 赵柴老师 就是我前夫 他是出轨 所以说在我心里 留下阴影 我说有这个戒备心 也应该理解 理解 理解 那你说回我老家 有场婚礼 那个我接的婚礼 给他安排 第一发先吃饭 中央十个人 那九个我特别熟悉 晚上我怕是 第一趟来我们东北 我怕照顾不好 我就忙着领着拜席 我忙忙活活的 我和那个 中央跟几个人说句话 我说这是谁说 我出对象 我就跟大伙说一下 介绍一下 晚上他也吃煮的肉 我就夹几个 晚上正好大吃且不着 我干啥 我就放碗里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放错碗了 再问你就 心平气和的 这不是我碗 那么我旁边有 他看不进吗 他看不东西 即可便宜 他比着我 你说十个人 这啥意思 人挨人 碗都离不远的距离 我放错了 这个事 以前还有事 以前的事 你怎么不说的 你等我回你回家以后 你带你当地吧 你这事我没说完 你听我说完 你到你当地吧 哎呀 这个 他什么朋友啊 什么同学了 那个特别是男的 那也请劲了 我什么是个请劲啊 这样 哎呀呀 没分色舞的他 哎呦我还张牙 还没分色舞 刚回台湾以后啊 等着回他屋的时候啊 我们上车以后 我说会说句话 闭嘴 我累了 回家还是要 他要想说啥 不要说话 他手机来电话了 不管是同学的 一来 同学的 还听我办点事 没事 哎呀 又是这个男的事 懂了懂了 听懂了听懂了 听懂了 我都都不想说那啥 啊 就说哎呀 什么什么 前进电视台什么穿 说我的偶像 我又怎么 你说多少次了 赵超老师就是我偶像 你跟赵超 跟我没关系啊 就是我偶像 你迷失男人 停 停 你没 停 停 打住 打住 你没有偶像 你还 不不不不 这跟偶像的事没关系 谁有偶像 谁不说的事 走吧 他这挑车不来了 好 到到到到 到这儿到这儿 到这儿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哎呦 就肘子肉 夹错碗了 就一块肘子肉 看给你急的 他不管挪威了 我听懂了 听明白了 就是回到家之后 突然发现 自己的女朋友 原来还是有 很多异性缘的 是这意思吧 对 他跟别人聊 能聊得来 但是对你很冷淡 是这意思吧 听懂了 我就把话说了 您别着急啊 您别着急啊 你崩起来你还要 行行行 这 这还挺好 难得在这个岁数 彼此还对对方 吃那么深的醋 还有那么大的激情 这还是个好事 我问点大事啊 第一 儿子见过他了吗 见过 我们家庭 互相的家庭 都已经过 一点毛病没有 认可了吗 认可了吗 都认可 可以结婚吗 可以 那就结婚呗 就是我妈呢 他妈呢 父母方法都没有问题 问题都出在我们这个身上 你想娶他不 我想啊 他不嫁给你 他想嫁 现在他不是那回事 不是吗 哎呀 我跟你问 我跟你问 别着急 你跟他说不明白 你还是跟我说吧 我怕你也说不明白 我能说明白 行 你想嫁不想嫁 那现在我迷茫 不是你迷茫个啥 这老头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现在要结婚 嫁给这老头 嫁给大哥啊 嫁给他 还差个啥条件 你把条件提出来啊 房子这个事怎么办呢 房子要怎么样 房子那你咋打应咋办 他家老太太都说 都说我 说我那个房子也是给我儿子 这个房子给你 我那套房子 你要争取要一半 老太太都背后跟我这样说 我说老太太 你那个我不要 我就要你儿子这个 倒是直接啊 就这么回事 要是咋个要法 写我名下吧 写不 写 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写 这是你提出他 啥时候写 回答这个问题 对对对 啥时候写 十年半八载之后写行不行 你过三十年写 我都不在了 没用了 结婚就写 行不 领了证就写是吧 登记就写行吗 登记就写 登记就写 老太老师 你给我问啥时候登记 一年后是二十年后 不不 啥时候登记 您打算什么时候登记 就是本来是今天 咋不是讲好 是今天春天 直接说结果 别说春天求业 那时候就是有疫情 不回不去吧 是是是 不严重了 是吧 行 您就说 只要咱不给这个防疫添堵 就回去结婚 是这意思吧 对是对 只要领了结婚证 我就给你弄房子 是吧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行 就这么点事是吧 我还有事呢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 我两千五百多里 我一个人 我跑这 我投遍他一个人来了 他跟我是不是应该透明啊 啥事跟我说呀 啊 你别跟我尝尝满满的 就他包米片 谁给就是谁给的 我就 我有知情权吗 我知道 就哪怕女的给你 你跟我实话实说 来路不明的野菜啊 来路不明的包米面啊 对 来路不明的这个烂七八糟的东西啊 你得说清楚是这意思吧 对啊 不明的 来个电话再结实清楚 来个微信再结实清楚 大哥我给您个建议啊 这么谈恋爱太累了 对呀 咱毁婚吧 让大姐回她的东北 您在您的微海 过您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哎呀 有时候你这么想啊 老师 也想过吧 有时候我想过 也这么想过 他说回 他生气的时候 我初初就出去了 开着车走了 出去以后 走到那个超市啊 就进去了 进去看看 他喜欢吃啥 就买了一包回来 不管是一百二百 拿回来 这不就是爱吗 犯贱 这不就是爱吗 这就对了吗 对呀 我自己有时候 行行行 我怎么不认识你了 您这 您惜福吧 您珍惜您 现在碰到的这个男人吧 珍惜您遇到这段情感吧 您别听我说啊 您听那几位老师说 他们客观 他们公正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波红兄 好好说一说 这就基本算同龄人了 对 我和大哥同龄 但是恕我直言 房子会成为你们走向再婚的 一个关键的障碍 再婚 它不是搭火锅日子 它是需要有感情基础的 首先要打开的是那个信任情节 如果大家这样疑神疑鬼的 以一套房子作为筹码 走进了再婚 如果再婚再离 那才是痛上加痛 慎重一点吧 我支持你慎重一点 来 刘娜老师 我觉得真的是房子的问题吗 大姐 其实不是 是心房的问题 心 这里的心 心脏的心 心房的问题 您如果以您现在 目前这个状态啊 您跟谁谈恋爱 跟谁步入一段爱情 您都不会得到幸福的 我跟你说 实在的 现在这位大哥他其实他的实在 和他想娶您 包括当时想要实心实意 把这个房子改成您的名字 这份心 都被您的一身一归给下眉了 每天像防贼一样的防我 每天像侦探一样的查我 各任何一个人 谁都受不了的 曾经对您那么实心实意 相识不到多长时间 就愿意自己去借钱为您看病 就这样一个把您捧在手心的男人 您还如此不信任他 还觉得他会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 当然这跟您之前的经历有关系 可是我们不能拿曾经的伤痛 作为咱们的武器 去伤害另外的人 您如果是这个心态 我劝您这婚也不能结 因为这样下去 哪个男人都受不起您这份折磨 如果您要是能转变心态 咱们再等等看 谢谢 谢谢霞娜老师 小鹏老师 大哥 您是对他很好 吵了架出去 看到有好吃的要给他买 您是在家里边做了一桌子东西给到他 您是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同样您也做了一件事情 是您并不知道他性格是什么样 您提前给一个受伤的女人 做了一个他想要的空头承诺 他如果在台上一直在谈房子的话 说明你们两个人感情之间 并没有您想得那么稳固 同样对大姐来讲也是一样的 您现在不就想要一个人 知冷知恶疼您吗 他疼了吗 知道你喜欢吃野菜 咱甭管谁拿的 给您拿回来了 知道你喜欢吃包裹面 给你拿回来了 他照理说不拿不就没事了吗 那干嘛拿回来呢 哎呦我怕女朋友问 干脆我别拿回来 跟人家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一下啥都解决了 可他给你提回来了 所以他心里是想着你的 他想跟您在一起 干嘛到现在这个岁数那么计较呢 所以既然好好能爱在一起 那我们就彼此互相多体谅一点 多温暖一下对方 可能你们真正的二婚才能够过得幸福 谢谢小鹏老师 米娜老师 别结婚 您不适合再婚 您的心现在又像是一个黑洞 巨大的窟窿 被您前夫当年一脚踩碎的 这一个窟窿是多少男人 用多少忠诚 都没有办法帮你填补 我们再一个到了 我们边先发电视频 当年来的关于 我们先发电视频 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不应该没关系 还有我们再度阿曼 然后我们再度看 我们再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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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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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